文昌畫科不見得是好的事情 我上課常在講一個概念就是 斗數盤上所有的東西都沒有好壞 它都是中性的 它只是代表了那個特質跟現象 不是好的或是壞的 這是我們不斷上課一直一直一直跟大家講的概念 一直跟大家講的概念 因為太多書就會告訴你說 畫路有多好 畫科有多好 畫權有多好 讀書的時候會有壞習慣 你只會想要講那個 你覺得你喜歡接受的事情 你會去記那個 你覺得你喜歡接受的事情 或是你的個性比較悲觀一點 你看到劇門心 你通通從頭到尾 都記得它那個不好的部分 我們在學習的時候很容易有這樣的偏差 那也是造成了在學習命理上面 往往你書怎麼看都覺得 不太夠跟不太準的原因 所以我們不斷上課再告訴大家說 學習的過程中間你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足夠的理性跟客觀 為什麼命盤長成這個樣子 當你把這個命盤放在桌上這樣看 你從上面這樣看著它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你像上帝在看著一個人一樣 鳥看 看著一個人這樣子 對不對 當上帝這樣在看著一個人的時候 它會有情感在裡面嗎? 它不會有情感在裡面 它會是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 這樣子你才會有足夠的理性去分析跟判斷 那有足夠理性去分析跟判斷的時候 才能夠去解析出一個比較客觀的態度 能夠分辨那個利益得失 那這個是學習命理上一個相當重要 但是大家一直都做不到的觀念 大家只要去注意看 凡是上了媒體 這樣的事情 通常在命盤上面 呈現的是什麼呢? 什麼東西是發生出來的? 畫科 畫科 科叫做什麼? 科叫做啊 名聲 出名 科獎 所以呢 這些事情呢 在你念書的時候 或是在你學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喔 很棒 有名了 有名了 所以這個是畫科基本的概念 但是有名在什麼地方呢? 有名是不是一定是好的呢? 如果今天呢 出現的是文昌畫科 文昌畫科 文昌叫做比莫 所以呢 文昌畫科指的 通常啊 是上了媒體 在現在這個年代 他是上了 他可以是 因為考試 考得不錯 他也可以呢 因為上了媒體 或是有人寫東西來說你 這個人 所以這個叫文昌畫科 那或者是說 在你的那個畫科工位 譬如說 你偷情被人家抓到了 對不對? 你可能是夫妻公喔 2020年的 流年夫妻公在這邊 你這邊有個畫科 夫妻公的三方式陣 夫妻公的三方式陣 有一顆文昌星 有一顆文昌星 或者是 命公有遇到文昌星 命公或遇遇公 然後這邊畫科 也就是說 文昌畫科 或者是說 你畫科之後呢 在事情爆開那個工位 畫科之後呢 還在相關的三方式陣 或者至少是命遇 因為命遇 反正同管十二宮 有遇到文昌星 那這通常是 你會有被媒體報導的機會 或者是說 因為文書啦 因為書籍啦 像老師出書的那一年 就文昌畫科 我自己的命盤上就文昌畫科 有這樣子的情況會出現 那一般會說 這個是好的事情 事實上 我們之前 有上課的同學就知道 我們有解過幾張政治人物 外遇被抓到那個盤 都是文昌畫科 那怎麼去判斷這個文昌畫科 那當然 這個事情爆出來之後 對那個政治人物來講 一定是受傷的 所以呢 文昌畫科啊 不見得是好的事情 那我們要怎麼去判斷呢 如果當你遇到像這樣的情況 文昌畫科了 或者是說 有畫科的工尾 然後相關還有文昌星的話 你要去注意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文昌星有沒有碰到煞機 如果那個文昌星它有碰到 有碰到煞 有碰到氣 譬如說 我大限文昌畫機 流年文昌畫科 然後再加一隻羊 或是一個陀螺 放在那邊 或者衝過去 那這個文昌星是不好的事情 那不好的事情呢 因為文昌星碰到煞機 它有可能是官飛 有可能是不好的報導 有可能是不好的消息 然後還畫科 那就會表示說 其實呢 你這個出名 出的並不光彩 那再搭配上 如果你弱的是浮關線 然後還有什麼奇奇怪怪的 什麼閒時天搖 這些 有的沒有的亂七八糟討花星 那當然就有可能是因為 桃花緋聞 並且影響了你的工作 因為它對面剛好是官路工 這樣子呢 你就會知道說 它其實畫科不見得是好事 拍這段之前啊 攝影師問我說 那這樣子是給誰看 是告訴你說 你如果發現你老蜂名盤 有這種現象 趕快去抓它 一定抓得到 好 大家要注意 不要文昌畫科的時候 亂做到事